台湾的疫情防控 我觉得只要对台湾的疫情防控有帮助 都应该持开放的态度 乐见其成才好 那其实台湾老百姓也都心里有空 也都心里有数 民进党蔡英文的这个政权 他就是靠仇中反中逢中必反 他就是民进党起家的 我们不要说起家 就至少我们从回看过去的五年 蔡英文2016年能够当选 他不是顺着风吗 顺着什么风呢 比如说2014年太阳花 反福茂 反货茂 反中 顺着这个风逢中必反的这个风 再加上2020年1月的那一股 全球的民粹反中的逆流 所以逢中必反 仇中反中 是民进党蔡英文的政治资本 他要丢掉这一个 黄金都买不到的政治资本 仇中反中 他要丢掉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绿营非常清楚 如果丢掉仇中反中 这样子的一个精致招牌的话 他们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 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啊 我们在五六年前 你如果还有印象 其实一直到现在最近几年 都还有人在传 最远的时候是在2016 我印象中 就有很多人啊 手机 手机一些短短的一折 比如说格言啊 或者说是名人说的话啦 五六年前 就有人在传啊 曾国凡就是满清 满清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忠心的大臣啊 叫曾国凡 他讲一些话 他讲什么叫做乱世 那我今天呢 我也把它做成一个图板 让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 他讲的这些话 他讲了什么呢 他在讲乱世 曾国凡讲乱世 他说乱世之所以迷乱 大抵 乱世之所以迷乱者 第一 在黑白混淆 黑白混淆 第二 在君子欲让 小人欲望 黑白混淆 大家都听得懂 大家都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没有公理 没有是非 然后呢 君子越让 就是说越客气的人 越有礼貌的人 越温羊恭俭让的人 越歸缩 越退让 但是呢 那些嚣张的人 反而越 胡来 越来越乱来 所以我为什么要 再提 这个曾国凡的这一句 这一段名言 就是啊 我告诉各位啊 我最近看到杨智良啊 杨智良他想讲的一些话 形容 或者说是措辞 荣有过激之处 过于激烈之处 但是我认为 他的 内心的一个发起点 他的一个真心的想法 是为台湾好啊 大家想想看 他是一个退休的前署长 他讲让民进党 或者让独派的人 不开心的话 他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是会升官发财吗 他也这么大年纪了 七十几岁的人 他会升官发财吗 我跟他接触 以前在 因为谈话节目 我常常接触 后来几次吃饭 非常近的距离 跟他聊天 深谈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 我不觉得他是 他是一个想为非作胆 或者说是借着 挑拨是非 或者是借着 他自己放言无忌 然后呢 可以来博眼球之外 还可以升官发财 发大财 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还有那个邱淑提 前台北市的卫生局长 邱淑提我觉得他 虽然过去 大家质疑他有一些瑕疵 大家用这个鸡蛋挑骨头的方式去看他 如果用鸡蛋挑骨头的话 包括我在内全世界的人 通通是每一个人都问起一大问题一大堆啊 我觉得 就是这样子 因为 817 或者说1450带风向 一些绿色的网民带风向 去抹黑抹红去 无止境的去羞辱人家 所以呢 君子欲让嘛 他不敢说话了嘛 不敢说真心话了嘛 所以我觉得 像杨志良 像邱淑提这样是了不起的 为什么他们敢说真话 台湾社会就是没有人敢说真话 没有人敢说真话 那让一些没有良心的人 无良的人拼命在那边发言 拼命在那边 放言无忌 让全台湾的人觉得 他们这些人就是讲的是真理 这个就是台湾 没有是非 黑白混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在这边不是说我在帮杨志良说话 也不是在帮邱淑提说话 我是在帮一个社会的黑白良心说话 要让社会有良心 必须要让敢讲真话 而且呢 讲对的话的人出来讲他们应该讲的 所以 这个五六年前 已经台湾已经出现了乱世了 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乱世了 我认为现在没有更好 是越来越糟糕 好人越来越不想出头 也没有办法出头 出头的都是那些人 所以今天的问题 除了台湾的疫情的严重之外 更重要的是 台湾没有是非 没有公理 这个是我们值得 好好的深思的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台湾2300万老百姓 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无色觉醒的一个目标 就是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 只会日子越来越差 所以 我比较忧虑比较感慨的是 五六年前 已经有人说乱世了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真正的乱世还没结束 越来越乱 真正的乱世 是 我们 按照我们中国的立法 2020年1月开始啊 那个庚子年啊 有人回算啊 就是每60年一个庚子年 没有一个庚子年是好的 没有一个是hold你当啊 庚子年都是拍你当啊 都是倒霉的年份啊 那我们非常幸运啊 庚子年大概还有不到两个礼拜 大概十几天就过去了 我马上就要过年了 未来这个新丑年 这个牛年 扭转乾坤 会不会更好 那我们希望 那扭转乾坤之后 乱世会不会结束 我还是蛮忧虑的 曾国藩讲的那一套乱世 跟今天的乱世 跟今天这个乱世 因为曾国藩他所处的那个年代 是清朝由盛而衰 经过太平天国之乱 经过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内乱外优开始越来越乱 那今天台湾 你说不会啊 我们的国军很强啊 我们的GDP 你看我们三点多 我们四点多 好厉害喔 我们的股市每天 哇好红喔 都开红盘喔 告诉各位 那些红红绿绿都是假象 真正的东西像我们这种知道的人 我们忧心如焚啊 我们忧心如焚啊 我的感觉 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乱世 跟今天比起来真是小case 我用最简单 最容易懂的方式 告诉大家 啊 告诉大家今天的这个乱世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分裂 全世界都处于一个严重的分裂的状态 包括台湾 817万绿色的选民 552万蓝色的选民 台湾分裂 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状况 台湾是一个处于一个分裂的状况 那我们无色觉醒 其中一个核心的 核心的一个意涵就是说 希望能够不要再蓝绿恶斗 但是蓝绿恶斗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而且愈演愈烈 这是我们忧心的 还有大陆与台湾 两岸关系严重分裂 去年习近平先生新年讲话 到1月11号 台湾大选一直到现在 乱没停过 其实过去5年以来 两岸关系处于严重撕裂的状态 两岸是分裂的 两岸是撕裂的 台湾内部是撕裂的 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世界更是严重分裂 我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张60年前 美国的历史照片 时间地点是1961年的1月20号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大家看看 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景 是在美国的权力中心 就像拜登前几天就职的那个场地 可是场地跟场景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看这个画面 当时新就任的总统是谁 又年轻又帅的甘乃迪先生 甘乃迪总统是美国最年轻 而且大家公认的最飘撇 最英俊最潇洒的一个美国总统 43岁 当时的美国 他也是内忧外患 他内部有非常严重的 种族情节 民权运动 黑人的民权运动 甚嚣成上 外国在外部 有美苏的紧张关系 冷战非常的尖锐 美国的太空竞赛 远远落后于苏联 苏联不但发射了人造卫星 而且呢 他们也开始进行太空的探险 可是美国是遥遥落后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也是处于一个分裂的边缘 美国的总统约翰甘乃迪 他的副手沾身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想大家一定注意到拜登 拜登就任的时候 川普先生有没有在场 不在场 他不屑 他拒绝 他拒绝去参加这一场 他不承认失败的总统大选 可是呢 在甘乃迪的那个时代 前任的副总统尼克森 前任的总统艾森豪都在 不同党 甘乃迪民主党 艾森豪是共和党 可是呢 他们有民主的风度 美国虽然濒临于内乱的状态 可是在当时是没有分裂的 可是现在我要讲就是 美国是分裂的 美国是分裂的 那所以 现在 我们说 愿赌服输啊 民主风度啊 可是美国已经不是民主国家了 美国变成一个狂飙世纪 这代表美国分裂 美国的国会被暴民占领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 就像是2014年 2014年 我们的一些大学生 他们当然是满腔的热血啊 年轻人都是满腔热血嘛 都认为说自己 永远是对的 自己是站在公里正义的这一边嘛 台湾的年轻人 跟历朝历代 历史有史以来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子 但是 2014年 太阳花 占领立法院 行政院 这个画面 我相信 台湾地区的老百姓 还有关心台湾新闻的海内外所有的朋友 大家应该都还很熟悉 可是 曾经何时 美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美国也发生了 暴民 占领了国会 暴民占领了国会 而且呢 还发生了很多的暴力事件 打砸抢的事件 不一而足啊 不一而足啊 非常的严重啊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美国的分裂 我刚讲了 台湾是分裂的 817跟552 817万票投蔡英文的 跟552万票投国民党候选人的 这两群人是分裂的 所以台湾明显 虽然台湾表面上是一个 像一个番薯这样的一个岛 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分裂的 不知道怎么 那个分裂的形状 我们说 南北韩 它是一个38度线 可是台湾的分裂 不是说纬度的分裂 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分裂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其实人的内心的分裂 远比纬度的分裂来的严重